520后的台股 今天看起来表现 算抗跌 但是呢 是一个新的形态变化吗 上礼拜都涨 大型股拉指数 这个礼拜会变成 大不如小 小股当道 龙头股休息吗 现场那边请到的是 胡玉堂胡芬医师 玉堂怎么看 520后这周行情怎么看 没有错 第一个 如果也大方向来看 刚刚凯明之后谈到的 大不如小 今天似乎是 这样的味道蛮明显的 520前 先拉指数拉大型股 那过万六 营造一个多头强势的 一个气氛 那回过头来看 今天大型股休息 即便指数没有涨 但是如果有在场的投资者 我觉得应该会更开心 因为一些中小股 就是题材股 还是强很强 人气更多 而且围绕在一个重点 我觉得就是政策 因为其实你看520的谈话 甚至我们先前聊到这些产业 刚刚凯明也大概少了一遍 你说观光嘛 似乎有万开放 这个已经拉一波了 为什么还能涨 仿路和华涵 两岸如果能够有更进一步 像过去的一个 你说光光的往来 这个绝对是利多 然后军工 Dia hurt 原先休息的 结果这个520过后 Dia motivated 股股又起来了 然后最厉害的是什么 除电绿能 你看那个E5系列的重电股 虽然我过去有讲 真的你要追 有时候真的投资人追不太下去 因为中兴电 华晨等等 真的是涨非常的多 但是他们真的就是 空投不死 多投不止 我们之前也讲 即便你不敢买 你也不要去放空 这是我先给投资人的一个 在重电股的操作重点 你说何时休息 我们一直强调不预设高点立场 你看华晨 四五十块我们那时候聊到 看起来涨到五六十 大家都觉得涨多了 结果现在涨到三位数 一百多块 这个族群就是很良性的轮动 那跟除电绿能 配合在一起的就是 蔡英文总统后来提出来的碳权 那碳权这一块呢 我觉得第一个会先受贿的 反而是聚焦在 所谓碳盘查软体相关的个股 为什么 因为你未来各家公司 要去做碳权的交易 碳足迹等等 你最先要做的就是碳盘查 那这些后面的这些商机等等 你碳盘查要先做完 而且到未来这几年 上市贵公司陆续都要导入碳盘查 所以软体这一块就是有做 碳盘查软体相关的指标性个股 最近的买气都很强 从最早算是今年初涨的 贝利 瑞洋 股价都已经到 这个一百多两百块 从今年初的涨幅看起 都已经涨了三四倍 那最近冒出头的是一家 叫6697的冬结资讯 过去量也不多 但是为什么这四天它可以连拉四根涨停 也是市场传 冬结资讯应该在最近 会发表它自行研发的 这个碳盘查相关的一个软体 股价呢就先喷出去涨起来了 那如果说在这一波 我觉得股价相对委屈落后的话 同样是在碳盘查软体这一块的 应该是8099的大事科 其实大事科在这个所谓企业ESG相关软体的一些系统整合的布局 已经切入到市场非常久 因为它过去本来就是这些大企业的系统整合的一个主力供应商 那它主要的产品别的项目就是ESG的零碳整合管理系统 就是提供给企业 在意外上是一种指引方针 你要怎么做到净零碳排相关的这些路径解决的方案 甚至到未来进一步到碳权交易整个系统上的一个整合 这个就是8099大事科它做的 那我觉得相对落后的原因就在此 因为从技术面的价量结构来看 大事科是在过去大概这一个月成交量才放出来 大概就是4月底5月初那个时候 股价才增量去突破过去大概就是40元那个时候 大概就是过去量缩 这个横盘整理非常久的这个区间 所以它的一个形态上我觉得 整个均线的一个架构 第一个才刚转强 然后刚刚谈到的什么贝利瑞阳 这些个股甚至像冬结资讯 股价都是翻倍的一个涨幅了 那我觉得按照现时阶段多头市场的一个架构之下 就是很良性的轮动 你说贝利这个地方从四五十今年初涨到两百 你说再去买 我觉得好像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就是说现在不宜再追进 那冬结资讯拉了四根涨天 你说要再追 第一根你可以追 第二根或许都还可以买 但拉了四根 我觉得不是很好的切入实际 所以刚刚聊到的像8099的大事科 也许在这个地方反映低本益比低位阶的效应之下 跟着政策做多的话 我觉得这个族群应该还是有多头的活种 类似像一五系列的中电股不预设立场 可能高点还是有持续创高的空间 好 这些个股当然是新题材在带动而续强 现在看起来中小型个股又在表现上比较不错 因为上礼拜是强全职股 电金船都是全职股 尤其是金融跟电子 但这个礼拜今天的反应在520后 直接表现的就是比较强的个股 在于中小型提财股政策提财力多股居多 但是我们也讲上周强股如果今天涨多拉回的 我们来看看这些个股上周人气旺追还追不上 甚至不敢追 今天拉回这样的下跌幅度可以接受吗 涨多拉回还是涨多休息 来看第一页就好了 先从这几档个股说起 今天跌比较多的是上周创高 然后还碾压老大哥鸿海股价的广达 最高到109 但今天剩106 跌3块钱左右 还有技嘉还有伟创 还有包括今天的美食 这几档个股 上周强势今天涨多拉回 那我请教这个玉堂 从这几档个股看 我们要怎么检视它到底拉回是可以买的 可以续报的 还是应该赶快卖 到底涨多拉回股 我们怎么看抱不抱在手上 好 第一个 刚刚这个画面上的这几档 广达 技嘉伟创 如果说伺服器这一块 我觉得续报没问题 拉回占买方 我觉得目前还是蛮好的策略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谈到 今天的盘势重点是 涨小不涨大 上周大型股表现 可能本周轮小型股 那不是说未来就没大型股 会不会小型股动了几天 接下来大型股接绑 我觉得很有这样的可能 因为你看像广达 法人的买盘没有缩手 我说你没有见到爆量黑K外资转卖之前 你先不要预设立场 到底它会涨到哪儿 这是我觉得从广达 技嘉伟创都是如此 拉回占买方 我觉得目前的策略是可行的 甚至像人保 我们之前也谈到 集团股的一个母公司都动了之后 旗下的这些小尖兵也有机会跟进 你看像26282的康书 人保的股价也缓步上去之后 康书的股价 似乎也有这种质疑母贵的效果 我们上礼拜也谈到 或许广达比较高价一点 你不敢买 他旗下的子公司3306的顶天 今天也是带量喷出 也写下了近期波段稿 也是我们上周跟投资人 谈到的一个逻辑 就是集团嘛 毕竟母公司老大哥都动了 那旗下的子公司 自然会有这种所谓跟进的效应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刚刚凯明问到这些 上周强制的拉回个股 我觉得只要没有见到 所谓的法人转卖之前 原则上我的看法 大概是比较偏多 好 刚刚讲到 那从伪创广达 这些个股算是还不错 维持了这个涨多 稍微有拉回的一个情况之下 目前还有留意 只要不爆量 不跌破五日线 没有法人卖 是不是就可以续爆 今天技嘉也是 虽然有点拉回 但跌比较多的 我们看到是 像ABF载版的星星跟南电 今天拉回 大概有星星拉回5% 上礼拜五还创波段高 但今天这一回 那这种回怎么看 第一 破了你刚刚讲的 五日线 再来有增量 量又比上周五的高点 量多一点 这有没有触碰到 现在真的涨多拉回 要赶快先卖一趟的条件 初量又跌破五日线 你看呢 好 我觉得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反而逆势下跌 当然形态上我们当然 我以技术性的角度 我觉得它是有警讯 但是是不是转空 我觉得还不至于 应该说是叫做休息 我会用这个词来看 因为毕竟它限大一段 但是因为就是在上礼拜 传出来怎么砍资本支出 等等的一些消息 比较利空 那我觉得今天盘后的筹码 是关键 因为我先前也谈到 南电新兴外资投信 买得很积极 心态很漂亮 那如果是这样的消息 让法人转卖 那更加深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也许休息整理的时间会拉长 所以我会比较去看盘后的筹码 假设乐观的条件 就是说今天卖的 根本不是先前买进的 投信外资倒出来的 那我觉得那股价可能反映 一两天后 这个地方 也许它不会再有 太大幅度的压惠 因为毕竟 极短线它是属于长多 但是长线来讲 ABF宅板都是处于 一个长线的低机器 所以并不是说 股价在历史高出现 这样的比较负面的消息 所以我觉得 就消息面来看 不会太过 我觉得悖观解读 因为毕竟景气不好 你说这些企业的一些 条件资本支出看法等等 我觉得市场还可以接受 所以我觉得看盘后的筹码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好 看盘后筹码 这是新兴的部分 但是今天还有这一档 叫金像电 也是上礼拜才突然转强冲高 但今天有点反压 不过它也就小跌 小跌一块以内 守住上周红K的上缘 而且早上还有创高 像这样没有出量的 首五日线的 就是很确定 形态上还强 那只是休息了 是这样讲 对 没有错 就是刚刚凯明谈到的 形态它还是强的 因为拉了两根 你说金像电 你今天还要它再冲到哪里去 我觉得难度高 因为毕竟前一波 轮动到这些伺服器 相关的零组件 金像电上周 就两个交易 算是有点补涨的味道 所以这个地方的休息 我觉得不必担忧 因为你用上前一根的 红K去看就好 我们过去大概有交过各位 这个红K的中指 我们都会把它视为一个 都可以接受的回撤点 都是一个强力支撑 那你看今天金像电的走势 这个几乎就是 守在上一根红K的上缘 那代表说市场的一个买气 都很强 认同度都很高 就是说今天些微的一些卖压 比较就涨多嘛 你说千千卡位的会卖出来 但是并没有说要造成市场上 大幅的往下灌压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你持股绝对 目前我觉得都是安心抱着 不必太过担心 是不是涨多这个地方 要休息先跑一趟不用 因为其实顺着 刚刚刚聊到宅板 你看今天 我觉得就是资金 就是转换 你看台光电 今天反而是动到 这个印刷电路板上 我看产业好像也没有特殊的消息 但是你看像台药 台光电 京区等等 今天反而转强 那我的解读是这样 宅板有利空 资金有些测出 然后转移到 同样就是以PCB产业 这个框架底下的 比较在低档的这些 上游材料 全部没有涨到嘛 那资金就先 今天先进来这边卡位 所以代表说 资金不是说 整个测出PCB产业卡坏 我觉得它就是做一个轮动 所以我刚刚也特别谈到 就南电星星 我并不会今天这样下跌 就看得这么悲观 然后再去看盘后的筹码 再决定日后的一个操作方法 所以刚刚我再确定一下 你刚刚讲说 现在就是有点转到 从勃及板 像是今天的台药 台光电 这个股价甚至金居的走高 但是台药台光电 今天这个接棒冲高 但量有出来 而且分时图上看 今天是冲高带量 然后开高震荡 涨幅收敛 虽然还守在盘上 但是都有上限 甚至涨停打开 这样的情况 今天就不宜再追了 意思是这样吗 我觉得你不用再今天去卡位 我觉得等个一两天看看 因为我比较担心就是 短线上资金东到这 隔天就明天回来 钱又跑走了 因为最近有时候整个 比如我以PCB产业来看 可能三种下游这样的轮动 第二个就是刚刚坎明也谈到 像台药掌厅的打开 台光电间留了厂商的K线 那毕竟它过了 这个年限的压力趋制 自然会有一些解套卖压 那可能因为产业 比较没有特殊性的利多消息 那我们比较 我比较不会倾向解读说 还会有一个 打在更高空间的喷出 那可能在这个地方先整理一下 我觉得整理 它的形态是这样 我会以季线作为支撑观察 然后五日十日线它会上来 那上来之后 那也许接下来休息 K棒是横着走 那你在那个时间点 我觉得再切入都可以 因为最近投信满 那有没有可能投信 在最近它会有一个 你说第二季的作帐前 去换一些新股操作 有这样的一点讯号的味道 而且它们位置点够低 所以我觉得不必急着 你在今天尾盘去卡位 等明后两天就是盘式的走向 我觉得到时候看 等到这个回撤之后的买点 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 好 这我们刚刚看到 在电子股当中 这些题材股上反映表现 那现在也讲到既然量 有增加的个股 在今天比较特别 今天量最明显增加 就在第一第二名的 长荣行跟华行 一档个股过了三十 长荣行 华行过了二十 刚好都是整数关卡 但政策题材力多在眼前 但今天他们都分别带量 不过这一次 跟前几次过二十块的华行 过三十块的长荣行 会拉回不一样 这次整数关卡 就不会是锅盖了 已经先锅了 是吗 有没有这种条件 如果先锅这二十块三十块 就是一个起涨点 那这时候的航空双雄 今天增量而走高 到底二三十块的 这个整数关卡 这次怎么看 好 我觉得 我认同刚刚卡明塔 好像真的不一样了 因为不管是整数关卡 甚至我们上礼拜 聊到的年限的关卡 华行在大概204 然后长荣行大概2915 这个越过之后 以技术源来讲 就是很标准的底部 点高转强 第二个就是刚刚谈到的 这个形态上 整个底薪 很漂亮的 都已经浮出台面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在前一阵子 一直聊到的这些 观光啊 这个开放的利多 国人出外旅游 动到旅行社 国内的话 动到饭店 就是唯独 长荒航华航 就是不涨 但是他们 说实在话 也绝对是最直接社会的 你现在有出国 很多人都知道机票票价 涨得比过去还夸张 第二个 热门的时段 你可能不早 不早点买机票 你是买不到机票 尤其可能暑假的时段 很多都是被顶光了 所以业绩绝对是好 但是我们在前一阵子 我有聊到 就是因为毕竟他股本大 那前一波市场 在追逐的 这些小股本的 这些 那些中小型的旅行社 观光类股 我们就不点名了 就是这些中小股 自然有时候标起来 市场这个题材 议题一乐的情况 那就会很飙悍 所以可能 跟前一阵子的行情 有关系 人动到大型股 那市场上 就会去看 黄昂昌 他没涨到 然后最近前一波的大型股 你看像广大伟 像我们刚刚聊到的 都这样涨上去了 那超级化航不长 好像有一点点 委屈的一个味道 所以我觉得 配合这样的一个效应之下 在搭载的 我们刚刚聊到 技术面的形态 我觉得 以操作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都还有持续 偏多操作的一个空间存在 好 这我们刚刚看到 航空双雄的部分了 超级化航跟华航 今天怎么看 那如果这两档 一个30一个20 你会选谁呢 如果这一次 跟以前这个 掀开锅盖前不一样的话 那当然差10块 你会选谁 说真的 这两家公司 我觉得因为 第一个股价联动性高 那如果第二个 你真的要我选的话 我觉得如果以 就是所谓的 这种 商机民航 观光的这个 口碑来说的话 可能长龙航 或许会是比较好的 因为过去 华航的强项可能 货机它是由于长龙航 但是在这种 观光旅游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运输的服务的部分 可能长龙航会比 华航来得好 所以我觉得 当然因为我刚刚聊到 如果以操作 技术面两家 其实联动性股价很高 但是如果以 未来获利的成长 是收惠于观光这一块的话 或许 长龙航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股价更有 它的一个领涨的条件存在 当然另外一家的航空公司 就新云航空 因为它是挂在新柜 但是它也算是在 这一波非常受到 消费者喜爱的公司 但是因为股价 在当时的二月份 已经是 涨得有点夸张了 股价从二十块不到 端端一周就涨到五十 最近就在三十块附近整理 你说这地方 它要在自己走高 我觉得难度就 就比较大了 所以我觉得回到 航空航身上的话 可能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